來很多了 我來你們節目是不是都在笑 是 對 這個有差耶 對 有差 妳不要沒有收錢的時候 對 妳講句話 我私底下沒收錢的時候 我也有笑吧 對 跟我們出去的時候 他真的都笑得很開心 因為我不笑 我真的會臉比較臭 對 妳是一個不笑 妳平常的表情是怎麼樣 天啊 有一種不怒而威的感覺 一號攝影師看了 馬上拿離職單了耶 因為我們兩個的長相就是 我們不笑會比較兇 Many看一下鏡頭 不笑然後看鏡頭 真的 也有那種 春天後母心的感覺 對 一號攝影師已經離開了 對啊 這兩位 那小優 小優不笑我們也看一下嘛 小優妳好弱喔 我覺得其實來講 像我以前女朋友 我覺得最常講不聽的是什麼 你知道 女生一輩子都是愛漂亮 不像老皮水 對 她不管怎麼樣 任何的場合 她決定今年流行什麼 我覺得我這樣穿好看 你怎麼跟她講都沒用 例如說有一年流行穿短裙 夏天穿短裙好看對不對 秋天還可以 抱歉 寒流來冬天照穿 辣 辣 我們也喜歡啊 這真的很快 妳有沒有想 你們仔細想一想 去香港幹嘛 買東西 吃東西 逛街嘛 對不對 你穿高跟鞋幹什麼 沒錯 去泰國玩水嘛 對 你就高跟鞋幹什麼 辣 幹什麼 而且去運動中心運動的時候 你依然要穿個迷你裙去 辣 辣 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女生這種很講不聽 你跟她講說 你不要這樣穿 有時候我們只是放輕鬆 去吃個飯 不要那麼榮壽 例如說我們今天 我們約會出去的時候 我們今天不要這樣 我們今天很想說 帶你去吃個小吃或幹嘛 她不行 她就堅持不管到任何地方 她一定要穿 她穿的那一套 例如說短裙 很合身 冬天一樣穿 有一次去滑雪 去韓國滑雪 抱歉 一路上在滑雪 雪月山 我看到整車的人 都穿冬裝有沒有 然後穿那種名翁 或者穿雪衣 抱歉 一樣穿短裙 辣 有聽到這樣嗎 那他很漂亮 講強盒嘛 不管去哪裡 你都是 胸前開到肚臍 側邊開到腋下 鍾國城理容院 已經倒多少年了 你是要嗎 而且我跟你講 你跟他講說 你真的不冷嘛 他說不冷 可是我說你不冷 可是你的雞皮疙瘩 大概有拇指那麼大 那感覺已經... 就是違背自己良心 你知道嗎 你都不會覺得很感動嗎 他是因為他想要讓你有面 真的 戴出去多好看 但是恐怖 我知道很有面子啊 但是問題是 每次這樣穿出去之外 回去之後 一定感冒 一定發燒 一定半夜要送急診 還要熬粥給他 每次都是這樣 女次不爽 女生就是這樣子 對... 真的... 他的話真的很有道理 沒錯 女生就是為了漂亮 不顧一切 然後我們加拿大的女生是一模一樣 不就是台灣女生才會這樣子 因為就像你去韓國一樣 我們加拿大的學還更多 然後... 所以我就跟我的女朋友 那時候的女朋友說 欸... 你知道嗎 這樣也是有一點危險 因為我們的路邊也會結冰 所以... 有時候會...會跌倒這樣子 所以我就跟他講...跟他講... 然後就有一次 我們從酒吧回家的時候 然後... 然後他有一點醉 然後... 甩倒了 結果他的高跟鞋也... 也斷掉了 然後結果... 我沒有說什麼... 我沒說什麼 我就給他一個表情 就... I told you 然後他就開始罵我 這是我的錯嗎 為什麼 你這樣太故意 你還這樣I told you 我沒有 我說我沒有講 我沒有講 我就... 我就看他... 就看他一眼 然後他就知道 是他自己做錯 但是... 為什麼是我還是被罵 他怎麼會說說他只是想要在你旁邊 然後漂漂亮亮的 但是... 但這樣... 你們說是為了辣 這樣子你的高跟鞋斷掉了 講辣嗎 比如說我之前有一個日本的女朋友 他只是騎我們一起海邊 哇 發農中還穿高跟鞋斷掉了 妹 妳說妳也是 妳要控訴阿弟什麼 我老公呢 他就是很講不聽 因為我第二胎在月子中心坐 那我就希望說他能好好的陪著我一起休息 可是呢 他就說好我陪你一起住 他就陪我住 然後小孩就是大的就是給婆婆帶 然後我就跟我說那你要好好休息 結果他第一天我們到的時候 他又沒有生他幹嘛要好好休息 因為我們 你要好好休息 不是 因為之前就是我們兩個 顧那個大的就是比較累 很累 那現在大的不在 那我們在月子中心 我們就是一起就好好的就是休息一下 然後他就說好 就第一天我就看他好像搬家 你知道嗎 我只一個小的行李箱 然後他不是喔 他就是一個大的更大的行李箱 然後他又背了一個很大的袋子 我想說你到底帶什麼東西 一打開 然後他就從那一天開始 第一天就開始一直打 然後每日每夜 打到連那個護士小姐上早班的 他打來就說 妹媽媽 我跟你講 你老公是不是都不睡覺 然後我就說怎麼了 他有睡啊 他說不是啊 我早上起來 就是送寶寶進來的時候 你老公也還在打電動 然後下班我要來接寶寶的時候 你老公還在打電動 然後我回家睡個覺早上起來 進你房間門 你老公還是一樣在打電動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可以不要這樣一直打嗎 結果他就說他要把他這幾年 就是沒有好好打的那個年份 大概三年份 花在這一個月把他打完 而且你叫他說要陪你坐月子嘛 對不對 對 他24小時不敢合眼啊 對啊 對啊 你知道他多誇張 因為他的三餐是要自己打理的 他連我的月子餐 他都叫我分一半給他吃 因為他已經打到懶得 他出去買東西吃了 這太誇張 然後我還要打電話去跟那個護士小姐講說 你可以請那個阿姨麻煩飯跟菜 就月子餐 可以給我多一點 結果我每次送來那個飯都是兩碗 他就是很愛你啊 所以他先把那個電動打完耶 因為他要準備配那個小孩陪你啊 我在擠奶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Baby你可以幫我拿一下奶瓶 他說等一下...我再殺人 這個有時間限制的 完全不理我 他已經做很多事情幫助你我覺得 他已經願意住在那邊對不對 你叫他休息 說不定他在打電動的時候是休息 對不對 不會再想別的事情 但是女生的問題是最大我覺得 我還沒講故事 他們幹嘛要這樣 你講這樣大家會生氣 我自己最討厭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跟一個人講話 他都沒有跟你什麼翻譯 這個是我最討厭的東西 因為從小我媽就是叫我 如果我媽叫一次跟你說什麼 Duly 你又打開五秒鐘的時間 如果你沒有回答 或是給他什麼回音 我媽就是這種人 所以我們從小就是覺得 人家跟你講話的時候 你至少要禮貌的給他一個回答 如果你沒有 如果你聽不懂要講一個 不好意思 或是我沒有聽得懂 你可以再講一次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那我也是這樣子跟我女朋友說 我就說 Baby 有時候我跟你講話 至少要給我一個小小的回音 讓我知道你又聽到 如果你聽不懂也可以再問我 這樣OK對不對 謝謝 謝謝劉悅哥 那我跟他講了好幾百遍 好幾百遍 他到那時候還沒有變 我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 那又一次我就說 Baby 我們今天晚上要吃什麼 他在畫他的電影 然後想說 是他沒有聽到 所以我就給他 差不多十秒鐘的時間 Baby 你晚上要吃什麼 然後我就 你幹嘛那麼大聲啊 因為我想說 你到底有沒有聽我在講話 他說 想說 還有別人嗎 小優有趣嗎 沒有啊 我不知道你家在哪 不要扯到我身上 我想說到底 我們家有什麼鬼嗎 還是這樣嗎 他說 沒有 我就聽不懂啊 那聽不懂也可以說 你是講什麼 我沒有聽得很清楚 然後他畫手機 然後偶爾又一個 我想說 到底怎樣啦 我當然會生氣 至少給我一個很禮貌的回答 太專心在看他的手機 太專心 他沒有聽到 而且你還不懂他的意思嗎 他的意思 沒有 是你不懂他的意思 我先圍保他好不好 小梁哥 他就說 你還不懂他的意思 他就是要跟你分手的意思 那這樣害我 那我的問題是 女生不要聽不通的想法 不通的看法 男子有病就要醫 逞強忍耐傷身體 我說男人啊 為什麼總是愛逞強講不聽呢 比方 男人永遠覺得自己是身強體健的 總是覺得自己最健康 然後呢 就像我老公啊 他很辛苦 偶爾都會說 肩頸很痠痛 然後身為老婆的我啊 都會覺得 那我幫你按摩一下好不好 不要 那我幫你買那個貼物 幫你貼後會比較舒服 舒緩一下 不要 總是拖到最後不行了 然後去中醫那邊推拿 真的到很嚴重 才會覺得說 哎呀我真的太勞累了 需要這些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